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老流氓 浑浑噩噩活到48岁一事无成 可却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先灭强情再灭项目 从一个平民百姓到一谷天下的皇帝 他就是汉高祖 历史记载秦始皇仅仅比刘邦大三岁 在始皇帝扫灭六国一谷天下时 刘邦还只是一个世警无赖 每天除了到处蹭吃蹭喝就是帮寡妇挑水 日子过得也算逍遥 一个黑衣人偷袭了寡妇曹氏的凶夫 可把寡妇给气了个不轻 一声令下全村的男人都积极相应 这小子会飞檐走壁 像猴子一样灵活 闹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也没被抓住 折腾了许久后躲进了一处草垛里 正当以为能逃过一劫的时候 却被屋内的刘邦看个正着 为了不打草惊蛇 刘邦抽出一根木棍就轮了过去 一下就让他瞬间黑皮 紧接着就是被五花大把 你欺负谁的女人不行啊 你偏偏欺负 我在哪 舒服 舒服 干什么呢 你哪来啊 你还不说 两个大笔都见他死活不说 就让卢婉用出绝招大型伺候 可无论怎么拷打和羞辱 黑衣人始终一言不发 房块上去就朝他屁股捧的几大棒子 这可把刘邦给乐坏了 曹氏听后使出了看家本事果然作误 从着他暗号不止连连求饶 正当房块想动出 刘邦瞧着架势不太对劲放了小伙 随后遣散众人 黑衣人见状知道刘邦是老大 这小子将自己的令牌掏了出来 看着上面大大的一个情字 刘邦虽是没有文化的似水亭长 但看到上面刻字 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闯祸了 我们可能有事 我去把肖大人抢来 萧和是当地的一小官吏 跟刘备的交情还算不错 萧和一颗不敢耽误火速赶到现场 刘邦等人见萧和赶来立马将他拉进屋内 可看到屋内的牌子后 萧和也慌了 原来是秦始皇子 统一了六国之后 巡邮各国 就派了无数的密探暗插 倘若这件事处理不好 恐怕咱们全村人都得完蛋 连我都得受到连作 大家一听顿时都慌了 可刘邦却没有丝毫慌乱 结果没过一会司马令就和 刘邦勾肩搭配的出来了 还一边走一边和对方说起了悄悄话 当晚刘邦在曹氏的酒馆大摆宴席 刘邦和一众小弟轮番上阵狂拍马蹄 将他哄得一场高兴 刘邦偷偷溜进厨房 看到老情人来的曹氏很高兴 同时质问刘邦用的是什么招 曹氏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句 为了保全村人的命 只有拿她来解决问题 不过曹氏毕竟是刘邦的女人 所以刘邦还是有后手安排 曹氏一听计划便哭了起来 虽说曹氏也不是什么正经女人 但面对此等要求内心是无法接受 看曹氏不同意 刘邦跪下来求她 曹氏想到此举能救刘邦的性命 他最终还是咬牙硬了下来 刘邦将曹氏从内屋带了出来 一脸媚笑地上了酒桌 密探与曹氏喝下几门酒后 刘邦带着小弟缓缓退下 只留下了密探和曹氏 没一炷香的功夫 密探便气冲冲走了出来 随后上马就走了 原来刘邦就躲在房后 刘邦急忙上前 不断询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邦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两人之间没有办成事 他当即兴奋地又蹦又跳 随后一把江曹氏抱了起来 密探恼羞成怒 正要回去叫人的时候 黑灯瞎火下路面突然冒出一条铁丝 下一秒他就连人代码一起摔翻 没等他起身一名刺客突然杀了出来 原来萧和早就料到这一出 于是就派出曹参在半路等着司马力